我是一名医生 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在研究怎样帮助他人摆脱疾病的痛苦 我再也没有想到 我会用十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 医生是怎么去杀人的 我叫王志远 曾经在中国大陆 第四中一大学航空医学系学习 毕业之后 先后担任了航空军医或航空军医主任 长期从事航空医学的保证 也曾经担任过航空军医杂志的编委 在文革之后第一届全军军医学委员会 任何委员 1995年来到美国 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心血管研究中心 从事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研究 2006年3月9日 一条新闻改变了汪志远的生活轨迹 美国的中文媒体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分别报导了两名证人指证在中国的苏家屯 有一个关押几千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那里的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我和我的全人丈夫是在1999年至2004年之间在这家医院工作的 我的前夫曾经是宅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一名脑外科医生 我在这里替他跟你们盗窃 曾经听我前夫说过 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 好多人还没有咽气 他们的器官就被宅除 被宅除后有的人直接就丢在分射炉 没有留下任何迹象 我的丈夫也曾经提出过不要做这种手术 但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当时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 我第一感到很震惊 说这个很严重 而且第二来我还不完全相信 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况 就是常理上来讲 常识上来说 就觉得这个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超出了我的这个常识了 感到这个过于太严重了 规模过于大了 因为当时他报他讲的是在苏加潼就关了六千多法轮功学员 艾利亚这个女士的先生是疑神吗 经他的手就摘了两千多名法轮学员的舊膜 当时我们这个追查国际的主要的成员 我们就聚集一起去研究 讨论 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 所以大家共同认为 赶紧调查 先不带观念 理解也好 还不理解也好 不要去想象 那就去调查 直接到一线去调查 2003年 汪志远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 追查国际 主要是调查在中国发生的 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 并公布于中 从1999年7月份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发起了一场针对官方统计 有七千万人修炼的 中国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 根据国际主要媒体报道 就有五千多法轮功学员被抓捕 虽然追查国际 调查过各类 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 但是活摘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打通了苏家童的医院 当时呢医生护士证明没有问到什么 打通了 但是没问到什么 我们就打通了他那个锅炉房 锅炉房的古墓人说 他们那里有风烧啊 这个尸体还比较多 男的女的都有 而且他们还捡了这个什么 耳环啊 首饰啊 这些东西 手表 这就是我们非常感到 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光听的那个消息 震惊不可思议 但没有具体的东西 但这里呢 直接问到了锅炉房 讽刺灭息 涉嫌讽刺灭息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在我的影响中啊 我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医院有锅炉房来烧尸体 都是医院有太平间 这个厅寺房 然后呢 殡仪馆呢 这个火葬厂 这个把人拉到那里去烧 但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医院的国炉房做这事 所以这件事情啊 就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影响 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 经过讨论 决定对国内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 进行调查 从2006年到2007年 他们以患者家属要找医生 询问调查了23家医院 主要是了解是否有 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得到的答复让人大吃一惊 调查对象 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移植病房医生 调查时间2006年3月16日 中山医院移植病房医院移植病房医院移植病房医生 这种器官移植病房医院移植病房医院移植病房医生 就是练法轮功学员 就是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练功这些啊 你要给他这么一个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 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 不过是有呼吸或者有心跳的一些工具 我们会也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 今年到目前为止 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身杖 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是 对这个北京住在北京丰台的 这个解放军307亿元的 剩一支科的剩原联系人叫陈强这个人 这是我打的 我跟这个人前后将近一个月的接触 打了多次电话 就是一个患者家属的身份在打 他这个人说的就非常直接了道了 他这样说的 我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路 用作法轮功器官 我就直接问他 我说你怎么能确定 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身份 怎么确定 法轮功身份 他这样给我回答 到时候我们上面 会给你厨师材料 你懂吗 调查对象 解放军307医院 肾移植联系人陈强 调查时间2007年4月至5月 你这个东西呢 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 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那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 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这边头上面 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 知道吗 他会出资料给你 这你没放心 哦 那好 因为我现在给你 他人家有资料 个人简历 什么资料都有 哦 那好 那还有一个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白了 我这边呢 全部都是 呃 我们那边也是通了关 上班有上班的人 嗯 知道吗 像这些资料都 你说我都拿给你 知道吗 那好 我就说啊 据说啊 有些人当初法轮功学员 大量的上班 当初法轮功学员上班 不报姓名 不提供地址 这样一些人关起来 很有可能这些人 比作火彩器官 他说你懂啊 那我都知道 那是03年大量的呀 不报姓名 留代号 你懂吗 不报姓名 用代号关了 他们这些呢 前些年 因为法轮功学员上访 没报姓名的 他们偷偷关起来了 这些没有登记 也没注册 这里面 像这里面的也很正常 你知道吗 他就没留 我跟你说 他这里面没留姓名 他都留代号 你明白吗 对对对 但是像这些 你不留姓名的 全部代号 我这个比你明白 全部都有代号 留大案 知道吗 这样的 那他 光有代号的话 那应该还有 真实名字的档案 也是在里面 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 他只能留在代号 知道吗 还有根据那个手印 个人的手印 可以根据那个来 知道吗 那就等于是 把他们这些人 编了号 关起来了 对不对 那肯定的 你知道那些 他不编号 那到时候不乱套了吗 什么根据都没有 那那行啊 这个人 我是07年跟他调查的 就那时候还是这样办公开状态 你想想看 是多么严重啊 所以说 我为什么改的心情很沉重呢 就改到他这个说话 他这办这事 完全是一个常规业务在做 而且大规模的在做 明码标价 当时联系一个圣 他要我25万 要23万 我为了是他 更那个相信啊 我给他多给2万 25万 一个圣 圣一只 当我们 听到这些疑神回答的时候 是那样的 自然 知道吗 那么直接 一开始啊 就在那几天 一开始啊 广播广播那几天 甚至没有太隐晦地说 你比如说 长征语言 上海的长征语言 就直接说了 我们这都这个 就这样的回答 当然有些语言 后来 我们打的有些语言 就开始隐晦了 就不直接说了 啊 这些事情 不跟你解释不清 你来 当面谈 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 是中国共产党 广东省委机关报 及南方日报 主办的系列报纸之一 2010年3月 中国的一份报纸 南方周末发表的文章 题目是 器官捐献迷宫 但见器官不见人 文章说 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 分水岭 2000年 中国的肝移植 比1999年翻了10倍 2005年又翻了3倍 如果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那就意味着 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 中国的肝脏 一年移植数量增长了30倍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增长 那么实际情况 究竟是怎样的呢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 开始进行调查 首先他们从网络上 一家一家的统计 在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 医院数量 以及中国公开的 一些肝肾移植的数量 得出的结论 也是相当的惊人 中国大陆 99年以后出现了一个 器官移植业的爆炸性增长 有两个方面 第一 就是医院的数量上来说 99年以前 一共19家医院 99年之后 2005年就发展到了500多家 相当于20多倍的增长 从该移植的数量上来说 99年之前 20年的累计数量 只有135例 91年到98年 这8年期间 一共78例 可是99年以后呢 同样的8年 99年到06年 这8年 是多少呢 14,085例 平均每年是1700多例 多大的数量呢 180多倍 什么叫爆炸性增长 这就是爆炸性增长 中国的器官移植业 爆炸性增长 逐步影响到海外 2006年2月 中国凤凰周刊的一篇报道 描述了2002年以后 海外人士到中国 进行器官移植的数量 也在急剧增加 报道这样说 根据大韩移植协会 曾对在中国大陆 接受器官移植后 回国的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1999年 2000年和2001年 前往中国大陆 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 分别只有两人 一人和四人 而从2002年 人数开始急剧增加 报道引述 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 韩国负责人的话说 在天津 北京 上海 杭州等大型医院 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 韩国患者 每月达70至80人 如果把中小医院 加在一起 在大陆接受 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 每年达1000人 不仅如此 韩国人还带动了 复华器官移植的 国际风潮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 沙特阿拉伯 埃及 还有美国 加拿大等 世界各地的患者 蜂拥而至 一个国家的器官移植行业 这样在短短几年内 爆炸性的增长 这确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那汪医生的话说 这不是服装来料夹工 夹夹斑就可以生产出来的 这是一个一个人体器官 积累起来的增长 那么 这些器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11月 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菲律宾召开西太平洋区会议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参加了会议 并首次提出 中国的器官移植工体 大多数来源于死刑犯 仅仅几个月后 中共外交部又推翻了黄杰夫的说法 2006年3月2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利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 是极个别的 而在2006年4月10日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 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移植的器官 主要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在两年中 这些中共官员 在不同场合的说法相互矛盾 一会儿说是死刑犯 一会儿又否认 一会儿又说是器官捐赠 那么事实到底是如何呢 作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 黄杰夫曾经公开讲 圣移植的数量达 5500到1万 他们公开成的 就是一年大概是1万利转用 从2007年起 中国的死刑犯 必须有最高法院复合后 才能执行 那么中国最高法院 一年会复合多少死刑犯呢 根据腾讯网一篇名为 你应该知道的几个死刑数据的报道 从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9月30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 一共公布了152份死刑复合裁定书 其中复合死刑案件147起 复合不核准案件5起 核准死刑人数165人 据报道强调 资料来源是中国裁判文书网 而中国裁判文书网 是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的官方网站 如果最高法院的统计是准确的 那从2013年7月到2014年9月 中国执行的死刑犯 只有165人 根据中共的媒体报道 从2015年起 中国将全面停用死刑器官 完全用捐献者的器官 那么中国的器官捐献现状 到底是怎么样呢 阳子晚报是中国发行量 最大的晚报都市报 2011年2月25日 中国江苏省阳子晚报报道 据江苏省及南京市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消息 自去年3月成为全国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市之一以来 南京整年来没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 而且在过去的20年内 南京也仅有3人捐献了器官组织 为了了解2015年的1年的器官捐献情况 追查国际 曾于2015年12月6日至17日 分别调查了北京 上海 天津等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机构 调查对象 北京红十字会职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6日 北京那个是红十字会是吧 对对对 我们就是值班的人员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那个是有一个亲戚要做那个移植 那医院都说那个就是红十字会 就是说你们这边就是说有有有都是这边捐的 我就想问一下 那我们在这边红十字会这里 就是那个有捐献的吗 您是指的那个器官捐献吗 对器官捐献 我们是北京市红十字会 现在这个工作我们还正在筹备阶段 调查对象 天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1日 问一下你们这里那个捐献有多少人捐呢 呃什么意思就是从从健库到现在有多少人捐献吗 对对对有多少人 有170多位 那这里面包括包括那个尸体捐献呢 不包括我们都是健康的人给那个捐献去捐献 那从从从从从从什么时候捐了一百多个捐了几年呢 哪一年 从03年开始 2003年呢 啊对 2003年到现在捐了一百多个了 对对对 调查对象 上海黄浦区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的职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7日 捐了几个啊 呃上海市实现了武力 哦实现了武力啊 哦就是咱们上海市实现了武力是吧 对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张上海长征医院移植科公布的肝肾移植登记表 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 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而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统计表明 该医院2005年533例肝移植 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那么在世界上器官移植最发达的美国 等待的时间是怎样的呢 美国有1.2亿的自愿倦献的人群 有发达的全国倦献系统 还有了这个发达的全国的器官 还有这个发达的全国的网络系统 就这样美国卫生部2007年报告 肝肾移植平均等待两至三年 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美国前副总统切尼 在2012年报道说 他为了移植做心脏移植手术 在互联网的排队 等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了他的手术 等着得到了一个器官 你想想看 在美国一个副总统 做一个器官移植要等待两年多 可是在中国 两至三周 一至两周 最快的四小时 当然我们根据这个事情 我们除了这个网络上 这个资料上的分析调查之外 我们还进行了实际的调查 就是打电话到大陆 在器官移植中心 调查对象 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 肝移植科值班护士 调查时间2015年3月19日 喂 喂 你好 请问你齐海志在吗 你是哪一位 我就说你们那里现在做单移植 要等多长时间 要不要等啊 短的话就几天吧 长的话可能两个星期以上吧 两个星期以上 不一定 有的时候几天 有的时候几天就可以做是吗 对 平均等待时间一至两周 这已经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在调查中 还发现了更离奇的事情 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中 居然存在着急诊移植 这是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度报告 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 收集的29个移植中心 8486例肝移植数据中 4331例注明了是否是急诊移植 其中竟然就有高达1150例急诊肝移植 占总量的26.6% 什么叫急诊肝移植呢 就是在72小时之内 紧急跟那些重症肝坏死的人 进行做患肝手术 这叫急诊肝移植 第二种医大学住上海的长征医院 2003年 他报告里面说 2003年到2006年 三年期间做了120例肝的急诊移植 其中最快的是入院4小时急诊肝移植 这在医学的历史上是奇迹 不可思议的 这就必然有可能 就有这种可能 他们既然这样做了 那就说明啊 他们有一批随时可以取器官的人 在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取他的器官杀掉他 那只有这样的情况 才能满足他们这几个小时 最长72小时之内的紧急干预症 对于活摘的调查 比较难的就是现场目击证人的取得 或许是有上仓的庇佑 王志远和他的团队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现场目击资料 其中之一的是2009年 一名中国辽宁的武警 想追查国际的调查员 讲述了他现场看到的活摘一个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情况 辽宁的一个武警 是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持强的警卫 他当时担任这个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2年 4月9日 这个人通过了一次事以后 目睹了整个的活摘器官的过程 因为过于惨烈 对他的精神刺激还大 良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所以长时间 就是失眠 心声不定各方面 这样单位就没有让他继续再当警察了 过了几年以后 他给我们就聚报了 以后王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应该你就帮我转载这些东西 好 我答应你 如果我要是死了 你就找别人 或者是打听我 或者是把我的事迹做成一个文章 我倒是不是为了让他知道 为了让更多的我出来 敢于说真话 你的目的是这样子 哎呦你太伟大了 没有那么伟大 我也很龌龊 那个时间 你好像没告诉我 2002年4月9日 4月9日 对 4月9日下午5点 开始解剖 时间进行了三个小时 当时我们经历了 就是得有一个星期 对他的审问言行拷打 身上已经有无数 无数次伤疤 并且电棍 这个电 他已经就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 把他打的已经就是 反正又给他 他又不吃东西 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 这个灌牛奶 往他的 往他的胃里 然后他不喝 就是强行给他灌 你知道那个 把他鼻子 鼻子捏上 他他就是人的本能 就必须喝 于是维持着 他这七天受了15婴 而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 可能辽宁省公安厅 某办公室吧 反正是一个 挺保密的部分 派了两个 这个一个是 解放军 沈阳 陆军 总议院的 一个军医 还有一个是 第二军医大学 毕业的 这个具体 反正一个 一个岁数大 一个年轻的 在这个 就是某 某 就是给他送 精神病院的 一个手术室 然后进行 这个一套东西 然后不打任何麻药 然后这个 这个刀啊 在胸脯上 就是他们 他们这个手啊 一点抖都不抖 要是我下手 我一定抖了 别看我这个 在武警 我端过枪 我也这个 就是 进行过 这个时代演习 但是 我也见过 很多死士 但是看到他们 我我我这 我真的 佩服他们 这些军医 手一点也不抖 直接就戴着口罩 拉出来了 当时我们 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 在旁边站岗 那个女人就 嗷嗷大叫一声 说法轮大法好 从胸口的时候 画下去的时候 她喊了法轮大法好 嗷嗷在大叫一声 说法轮大法好 说这个 你杀了我一个人 我具体 大概意思就是 你杀了我一个人 你还能杀了我们 好几亿人呢 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 被你们迫害的人吗 这个时候 那个医生 军医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 他还继续的 继续的 然后把血管 先摘的是心脏 然后再摘 摘的是肾 当心脏的血管 减到一下子 它就进行一阵抽搐 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 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 反正我也学不好 反正撕裂的 撕裂的 然后就 就一直张大嘴 睁着两个眼睛 张大嘴 哎呀 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他跟这个人的谈话 录音很长的 我们这两次报告 只是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人 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医院做的 他说他死了以后才全部报告 因为我至今 我们没有得到他这个人 死亡的这个消息 我们只是报告他的一部分 我们觉得他还活着 当时听了这录音 感到非常震惊 这个非常惨烈 我感觉到呢 这个不是一个单从的 常规意义上的器官移植 采取器官 买卖器官 它是一个对法轮功学员的 酷刑折磨的一种延续 是一个极端的酷刑 提起军队 警察 法院 在平常的观念中 这些机构都是在保护民众的 但是在采访中 有多个医生谈到 他们是从监狱 法院 610 政法委 甚至军队那里 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那么事实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对于这些部门 追查国际 改变了他们过去的办法 他们常用的做法是 用中共领导人的秘书 国家安全局 中纪委的专案组官员的身份 来进行调查 机构介绍 政法委是中共对国家司法部门 实施领导的一个党内机构 具体职能是指导协调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工作 1999年6月 为了镇压法轮功 中共中央设立了610办公室 与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 合属办公 调查对象 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 唐俊杰 调查时间 2012年4月13日 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 有必要的话 我们再给你罚函 请你过来一下 好 就是大概有几个问题吧 你说 头一个问题就是 在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 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 我分管这个工作 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 联合一号 好像有 它也是正面的 好像还是正面的 那个是昨天常委会讨论 好像还是正面的这些东西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你问这个问题我有点 你在什么位置 现在 如果唐俊杰说的是事实 那么按照常理 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中 也应该有人负责这项工作 而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 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调查对象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调查时间 2012年4月17日 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 是 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 我们这罗干同志睡觉了 然后他有几句话 让我转告您一下 他们好像是说 我们得到消息说 想在您离开这个期间 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 这是想用摘取摘压 反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给薄熙来他们定罪 这当时 你问苏永康 苏永康具体管这个事 他知道 好了你让我秘书在街子跟你说 李长春在对话中提到的 周永康分管这项工作 从逻辑上的推理 与辽宁省政法委 唐俊杰承认自己分管这项工作 是吻合的 调查对象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人员 调查时间 2006年5月22日 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行议厅吗 对 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 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法院看守所 就是拿年轻的健康的 那种练法轮功的那种肾源供体 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 你们这个法院 还能不能提供 就是这样的供体 那得看你们的条件 跟领导商呢 你们的条件好了 我们的领导还能提供 是吧 那对 看你们的啥情况 我会把你这个情况 向我们厅长汇报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厅长自然会跟你联系 那么军队系统到底是否参与活摘器官 中共的最高层知道这些情况吗 调查对象 原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 调查时间 2012年5月4日至10日访问美国期间 喂 您是国防部梁光烈部长吗 您哪有位啊 我是那个 这个我们那个 有几个简短的问题 问您一下 这个他这个王立军 最近几天 跟我们有一个新的 就是提供了新的情况 就是他曾经 跟这个部队的这个医院合作 用这个在压的这个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 这个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请您给我们那个 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部队的这些三医院 用这个在压的 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方面的事情 您这个有两个事告诉你啊 一个是我在国外 你这个电话打了以后 我不好证实你的身份 第二个他这个所说 你说的那个事情 我也不关这个事 这是属于那个 是不是应当属于总后勤部负责呢 那你要去问问他们 谁关这个事 就是这个 就是您那个 在您的做那个 总参谋长 这个期间 那个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这方面的事情 听说过 因为我是关橘子工作 我不关那个后期遗留的事 那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那个 如果部队负责看管一些 这个器官移植控体的话 那这个事情 接受这个事 就是那个军委开会的时候 那个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呢 讨论过这个事情 调查对象 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 卫生部部长白淑忠 调查时间 2014年9月30日 喂 是原总后卫生部白淑忠部长吗 你是哪里啊 我们有一些情况 想向您了解一下 你怎么让你 你什么时间 有什么事你说 是这样 就是在您那个担任 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 就是摘取在压 法轮功人员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 布置的任务 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 对一个有一个批示 有一个批示的话 就是说 说开展这些事情 就是器官移植 后来江主席听说有一个批示 就是人员卖肾 做手术 这个应该说 就是开展设议职的 不单是军队的地方 牛娜说江很重于这个问题 很重视这个问题 谁很重视这个问题 江啊 当时啊 江在位的时候啊 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 都有批示的 您是那个在 从98年至2004年担任这个 对对 对对 当然为什么不让 总好为什么不让 98年到2004年 那么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中 是否了解江泽民 是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元凶呢 根据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建议 追查国际 调查了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嫡系的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张高丽将要访 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 好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样我们就对张高丽的心中 进行了严密的观察 调查 掌握到了他的飞机的班时间 和他下他的宾馆 在他下他之前 就是飞机降落之前 就了解到他宾馆 并且拿他电话 在他下飞机以后 刚进了这旅馆 其实可能也就是 还没坐稳的时候 电话就打到了他那个 这个联络员手里 然后联络员就把这个电话 就交给了他 调查对象张高丽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调查时间2015年6月24日 这样的 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 这个 刘秘书你好 你好 江泽民同志有几句话 让我转告你 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系列者 向最高检察院 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系列者 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同志 说追究江泽民同志 下令 责取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责任 说江泽民同志很担忧这个事啊 他希望您呢 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 一定要阻止追究这件事 你能做到吗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 追究几百万 这个活在法轮功学员 这个活在法轮功学员 器官之间是责任很大很重 你知道吗 你能讲的 我现在发责课判 对 当下回去 对 我就说你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你得要 你去江泽民同志去划军吧 好 好 还有一个我叫问一下 你说 还有就是现在 好 行 那你一定要得阻止这件事情啊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江泽民下令 再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事情 责任很严重啊 好 那行 那你这个事情 那你这个事情 一定要回去抓紧啊 还有一个 这个剩下的一些 这个法轮功训练者 也得处理好 不能出疲漏 好 那就这样啊 好 再见 我们就以江泽民的秘书 刘秘书的身份 就给他答 说现在啊 有上万的法轮功学员 在控告江主席 下令活摘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件事情性质非常严重 责任很重 你知道吗 他就答应 而且要他在政治局常委 开会的时候 要阻止追究这件事 而我们次次提到 江泽民 江主席下令 活在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 而且给他强调了 这个责任非常大 非常重 性质很严重 你理解吗 他都答应 没有任何的怀疑 反对 辩解 而是说 坚定地说 一定 一定 去阻止 并且让江泽民啊 说要江主席啊 方快信 方快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越来越痛苦 这里面绝对不是几千个 几万个法轮功学员被活摘了器官 这是一个国家行为 不难想象在中共政权庇护下 会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 被虐杀 2016年6月22日 加拿大前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资深调查记者伊森·格特曼 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联合发布 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数量惊人 我们通过大量调查 发现中国大陆2000年以后 器官移植的规模相当惊人 只有865家医院 9500多名医生 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 其中有712家医院是肝胜移植 我们调查中平均每年2至3000厘的 医院有多少呢 有96家 数字相当可怕 所以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讲一个这样大的范围 有这种可能性 但我们还不能认定它就这么到 通过多种的信息 大量的证据证明 中国大陆在大量的 活在法轮功学员期间 但是具体多少 我们把这些资料爆出来 希望国际社会 深入调查得到一个真正的线路 2016年6月1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 以呼声表决的方式 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针对法轮功学员等 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李祥春 追查国际外事办主任 医学博士 343就是作为一个决议案 它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 第一次公开的用决议案的方式 就是说承认 说明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活摘器官这件事情的存在 第二个数目庞大 第三个很关键很关键 他这个决议案里面讲的 就是说是中国的政府的国家行为 他讲state sanctioned 就是说是政府批准的 这么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跟其他的 所有的这些个有关器官贩卖 那种黑社会啊 或者那种个体 或者是小碳机犯罪 是完全性质不一样的 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样一个政府组织 在大规模的这个斩许器官 随着343号决议案的通过 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主要媒体 开始关注报道 中国发生的活摘事件 以色列和台湾还相继通过了 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法律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在中国一部杀人的机器 已经形成了十几年 几句谴责几个抗议 是无法让它停下来的 那这个人呢 一旦卷入到杀人的机器里面了 一旦呢 在这样爆炸性的暴力的处事下 那就不管是只杀法轮功学员了 那就很有可能 什么人都杀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只是说这个世界的多少的问题 2016年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调查 2016年4月19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 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先锋分局 非法抓捕到原名社区警务室 4月30日 家属被告知 高一喜已死 而中共牡丹江市610办公室 综合科科长朱家斌 在电话中高调承认 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 器官被摘后卖了 调查对象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610办公室 综合科朱家斌 调查时间2016年6月21日 你把人器官摘完了 那就没事了 朱家斌 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 你就说得这么轻巧啊 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 你也这样说话吗 朱家斌呢 不是人的玩意 就出了 长破路就摘了就卖了 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 你还这样说话 你良心没有了 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了 你把人家 买卖了 你还你还这样说话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现在有油胆量啊 站在我面前 我现在把你活该了 你我跟你说 老子老子外号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 你还有人性吗 你还是人吗 下回吧 下回给我打电话 别叫我名 我改名的 我现在叫屠夫 老子哇 我现在叫屠夫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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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nd the animals upstairs take a slice of fallen gold Lambs to slaughter, sons and daughters Tears of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Lambs to slaughter, made to order Tears of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Skinned and dismembered, plastic-filled veins Corpses lined up like a circus display Mothers with babies unborn in their wounds They were tortured to death, now defiled in their tombs And unknowingly we go, as the devil takes his dues Lambs to slaughter, sons and daughters Tears of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Lambs to slaughter, made to order Tears of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And you Ooh Under the cover of the dark, they loaded on a tree Someone ordered a heart, men and women in chains Transported to slaughter, blood-warming their veins Innocent sons and daughters, this is truly insane How can we explain, the word inhumane Doesn't scratch the surface, the doctors and the surgeons Killed for the ration We pray for the day when blood is washing free And the people are free Innocent lives Innocent lives Innocent lives Can we step by Can we stand by And let these people die No, we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No, we gotta sta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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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Lambs to slaughter Sons and daughters Tears of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Lambs to slaughter Sta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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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